機車一上路 這聲音大哥不對喔 立刻引起遠景注意 來來來 先到旁邊驗一下 還有你 也是 螢幕上顯示這三個字 抱歉了 先收紅單一張 一直以來路上汽機車噪音 總是引起民眾反彈 尤其當你正準備好好休息的時候 真的讓人瞬間爆氣 各地警局都會跟環保局合作 設立機車站抓噪音 像是桃園市警局 光是在上半年辦了109場 攔檢了1587件改裝噪音車輛 環保局當場裁罰了844件 遠景通報有3841件 都比去年同期來得多 每天幾乎在路上巡邏都會特別注意 遠景取締那麼嚴格 騎士們還會願意改裝自己的車嗎 光看造型沒有深入了解 不少人可能就會認定這是非法改裝 而且像他的重機排氣管 從國外買回來 已經自行檢驗過 新法上路後 還是會怕遇到這樣的問題 警察可能認定說我以前看驗過的都要有貼紙 結果後面變成法規連線不用貼紙 像我這台就沒有貼紙 他有可能在路上遇到其他的警察 他會說你這沒有驗過 對 然後可能又要我再去驗車一次 或者是我要去跟行政機關申訴 對高法則確實讓車主們改裝時 就會開始多加考慮 但零件產業要生存 又要減少車輛噪音污染 環境部今年開始推行排氣管認證制度 排氣管沒有這小小鐵牌 就是非法改裝 從廠商這個地方來做 源頭來做管制 那你如果購買合格陣鐵牌的產品 它是永久有效 那如果你是自己送驗的話 它有時候會有一個時間上面的限制 例如說目前貼紙的部分 政府目前是兩年 那兩年時間到的話 可能貼紙的部分 可能你時間到再驗一遍這樣子 畢竟它的源頭一開始 就沒有合格陣的認證 補上限制改裝主要是這個聲音 在深夜的時候不要擾民 目前政府它的主要政策就是 抓草不抓改 可以改 你可以升級 但是就是說希望是買合法合規的產品 那另外一個就是剛剛有講的 噪音法是行違法 希望大家在安裝合法產品的時候 再經過一些噪音可能 就是監控比較嚴格的區域 學校 醫院的附近 保持理性的騎乘方式 噪音取締是由遠景來負責 裁法審驗則是環保局 很多車主如果它的噪音分貝沒有符合規定 就要來進行復檢 而且如果非法改裝 也要來到監禮站進行驗車 但是如果很多車主他先換回合法的再來驗 就能夠規避開罰 所以現在相關單位就要從源頭來管控 那最常見的改裝 然後被檢舉也好 比如說在驗車不合格也好 就是民眾常常會有將一般的燈泡 改成這個LED頭燈的這個部分 像他改成LED頭燈 就必須先經過機車廠商的一個安裝的證明 另外他也必須要取得審驗 安全形式審驗的一個合格的一個登據的證明 那除了這兩項證明 還必須到監禮所站 來辦理這個變更登記 違法改裝罰環貴貴的 開罰噪音最重3600元 深夜時段還會再加重 但花錢改了不合規定 又得再改回來 錢就這樣無形中又多付出了不少 現在相關的機車比賽就連大專盃 也都宣導要符合法規 雖然動力輸出可能會受到一點影響 不過總比出門時常常被認定是污染來源 來得好 TVBS新聞中的容秀倫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